好 新闻一开始我们还是带您持续来聚焦的 就是解放军在前天他们就宣布要还台军演 这个代号是联合力舰演习 那现在呢国军当然是持续待命当中 那国军先来告诉我们说 解放军在4月8号这一天 单日就有71架次的飞机军机扰台 也追平了历史新高的纪录 那到了下午4点钟为止呢 70架次的共机在台海周遭操演 尤其是上午的6个小时 密集飞了58架次 将士也刷新了记录 被侦获到参演的共军的舰艇 有11艘次 好 战略学者专家的接种 他就说了解放军机出动的数量 可以说是声势浩大 因为光是呢8号这一天的白天 可以看到就有20余架次的战机 在新竹的外海 那台海中线的最窄处跨越中线 好 我们台海中线再次不见了 再一趟上解放军呢 第一时间的海空人员过往不时 会出现非常危险的行为 这一次军演虽然说强度 跟去年8月比起来是没有这么的强 但是呢发生意外跟擦枪走火 这样的风险 还是一定不可以掉以轻心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空军的部队呢 当然是全天待命 不过就被发现说 怎么手臂上的这个勋章呢 好像是在KUSO 都什么时候了 现在还有时间在KUSO 好 我们来看一下在KUSO什么呢 来KUSO到的就是呢 用台湾黑熊痛扁小熊维尼 好 这张图呢 懂的人都懂啦 不过呢现在就要很来问了说 这个到底会不会合乎 所谓的军阀呢 有没有违法 毕竟呢 你是自己这样哭走这个弊章哦 好 现在空军的官员 他们就说了 这个弊章是民间设计的 当然不是军方 官方自己设计的 那这个飞官 当然是自行佩戴 自行采购 好 其实说是没有禁止飞官 在飞行服上面 配挂民间的弊章 那有说呢 这样是玩耳一笑 激励士气 不过玩耳就说呢 然后现在是 只能够靠弊章来取暖吗 还有人说呢 你现在已经挑衅够了吧 现在还挑衅到 用这种无聊幼稚的行为 真的是不好笑 那空军总司令知道的话 会不会 其实心理上也觉得说 这个军方都已经到什么时候了 还用这样的弊章来挑衅 用这样的弊章来做文章 会不会其实对于我军的一些表现上面 可能也会有一些些的疑虑呢 好 另外来看到的是这张照片 可以说是史上最近了 因为解放军呢 他们就在马祖菊光岛的南方 这边来进行实弹射击 当然了航安处 也告诉我们这个渔船 如果这几天有行径 这个排遇的话 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 好 国防部在9号 也发布了战备的影像 这个影片当中 内容也披露了 三军各个部队 在今日应对解放军军演的战备画面 其中包括了瑞渊无人机 今日就监控到了解放军的 苏州舰的空争画面 国防部表示 面对东部战区 持续在台海周遭演习 也冲击到的我方的是 区域的安全 国军始终是冷静以对 以训练为着眼应处敌情 地面部队落实正常的战备演训 陆基的防空飞弹跟制海飞弹部队 都有提高警觉 秉持着不升高冲突 不引发争端这样的原则 来适切应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解放军东部战区宣布 在台湾周遭进行为期三天的军事演习 现在北市议员侯焊廷他就说了 这一回解放军有两项突破 更说这就是大陆在渐进式完成统一 而对于蔡麦会之后 蔡总统曾经说感谢美方的支持 侯焊廷他也认为说 这不过就是空话而已 在这一次的所谓环岛军演当中 我认为有两个突破 第一个因为也到了台湾东部 台湾东部的这些军事演习 包含了第一个重要就是拒止的作用 防止台湾跟外部的势力 就是其他的这些国家的各种联合 第二就是台湾我们长期总认为说 在中央山脉以东是一些比较安全的地方 或者可能一些的军事基地 或者一些武器可以放在中央山脉以东 东部可能比较安全 可是整个人家都把它围起来了 对吧那航空母舰也可以在台湾东部了 所以等于是所谓的安全区已经都被打破了 是四方都被包围 那么再来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实际上 大陆透过这一次所谓福建的海事局所宣告了 海巡06然后已经能够把台海所谓内海化 因为实际上在海上能够行驶管辖权 在国际法上等于宣告了 这边是我的主权 我的领海之地 那民进党到现在为止也是一筹莫展 只能够我们的什么航港局 然后我们的海巡署说 如果真的大陆要检查你的客船 你这不要让他上 讲这什么废话 那你拿出一点实际的帮忙嘛 对不对 那你觉得现实吗 一点都不现实 这等于是把责任 把这个锅丢给老百姓去背 所以实际上大陆是在执行 这叫做渐进式的完成统一的局面 就把所有的制海权 制空权 或者大陆所称的叫做制信息权 通通都在透过实战化的训练 而逐步掌握 所以民进党不断告诉大家 这个美国很支持 美国很相挺 那我们就问美国的支持 请问有办法把这一次 我们所谓的这个大陆宣称的管辖权 或者他实际执法 美国有办法让他不执法吗 对吧 当大陆的这个人员 想要来登上我们小三通的客船 或者是货运 想要来做一些检查的时候 大陆依照他们的法规要检查 那难道是美国的军方人士 或美国的人士会跑来 而要守卫着我们的船 不让大陆人上来吗 是这个样子吗 或者再问 那难道我们的海峡中线被拿走了之后 那请问是美国人有办法 让我们到海峡中线回来 以后大陆的这个共机共建 都不会再越过海峡中线吗 当然也不是这样 所以实际上 蔡英文所喊的所谓美国支持 但如果我们落到实地化上面来看 那就是这些所谓的支持 完全都是空的 好 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温温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 感谢观看